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在这个晚上 我们一起齐聚在你的面前 神他感谢你 在这个新年度一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 还是继续的来到这个平台上 一起 一起学习圣经 神让我们用另外一种语言 来 享受你的话语 来学习 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能 但很多时候你亲自教导我们 就能开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 圣经经文背后的真意 神让我们渴望这个平台 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与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学习 求神叫一下圣灵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在这里 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充满了喜乐 满有平安 让世人也能看见 我们所做的是走在福音的正道上 让他们明白 他们应该转向你 因为你是万有之神 你是大能的 感谢神 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一字一句的学习 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回顾一下 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把一个从小就瞎的人 他是一个从小生下来就瞎的 一个瞎子呢 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 他的眼睛给打开了 好 三十二节说 Nobody has ever heard Nobody has ever heard 没有一个人曾经听到过 怎么样 Opening the eyes of a man born blind 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是把一个人是从小就瞎 他出生就瞎的这样的人 把他的眼睛打开的 好 从来没听说过 三十三节 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 If this man were not from God 假如这个人 他不是从神而来的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 He could do nothing 他是什么也不能做 He could do nothing 什么都不能做 OK 所以一定必须是 从神而来 他才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三十四节 To this they reply 对于这件事情呢 他们怎么回答呢 他们说 You were stiffed Stiffed in sin at birth OK Stiffed是整个泡在 整个是完全是在 罪恶之中 at birth 你出生的时候 你这个人就是全然是 浸泡在这个 在这个罪之中的 How dare you 你还敢 你居然还敢 How dare you 就是这样的口气 How dare you 你居然还敢 lecture does lecture做动词 OK 你居然还敢这个 来这样子教训我们 教训 这个lecture是 讲课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课堂呢 上课的方法是 我们在这里 用 用 用这个 讲演的方式讲 这个就叫lecture lecture 上课有很多种方式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 你用讲话的方式 讲演的方式 教训人的方式 我们叫lecture And they threw him out threw out 是把他丢出去 赶出去的意思 把这个人就赶出去了 threw out 好 接下来我们看 35节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thrown him out 耶稣就听说了 他们把这个瞎子 给赶出去了 把他赶出去了 And when he found him 但后来耶稣找到他的时候呢 He said 他就说了这句话 Do you believe in the son of man believe in 是相信 这个believe in 是非常大的信心 才用believe in 是好像是 你就是 一个信仰一样 你相信 你是相信 son of man 指的是我们的人子 注意这个son of man 都是大写的 都是大写的 son of man 指的是人子 你相信人子吗 相信人子 好 我们继续在 下面这一句 36节 Who is he sir 这个人就问 因为耶稣问人子 对吧 那可见 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人就说 Who is he 你说的那一位 是谁呀 Who is he The man asked 这个人就问了 Tell me so that I may believe in him 你告诉我吧 所以我就可以 去相信他 跟我说 谁是人子啊 谁是神的儿子啊 那你跟我说嘛 Jesus said 耶稣就说了 You have now seen him You have now seen him 你从过去到现在 你已经看见他了 You have seen啊 用完成式 In fact In fact 是事实上 In fact 是事实上 OK He is the one speaking with you 注意这个地方 是两个字连在一起 这有个小小的错误 他就是现在跟你说话的 那一位 The one The one 他是这个 有所指 加了一个定观词 他就是现在跟你说话的 这一位 现在跟你说话的 就是他 就是人子 好 Then the man said 然后这个人就说了 Lord I believe 哦 就是现在我说话的这一位 他知道这一位是治好他的 所以他说 Lord I believe 是的 主子 我相信 主啊 我相信 And he worshiped him Worship Worship 他就是崇拜 他就拜 耶稣 用worship这个字 好 再来39节 Jesus said 这时候耶稣说 For judgment 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审判的 I have come into this world OK 我是为了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此呢 So that The blind will see And those who see Will become blind 所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 因此呢 我是因为审判的缘故来 因此这个 虾子 The blind 指的是那些虾的人 The blind will see 虾子是一定能看见的 The blind will see And those who see 任何那些已经看见的人 已经看见这个世界的人呢 Will become blind 他们反而到变成虾子了 OK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深了 OK 好 四十节 Some Pharisees who were with him OK 有一些跟着他们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 Heard him say this And ask 这法利赛人就问他了 听到他说这个话 就问他 What Are we blind too 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What 什么意思啊 Are we We指的是 这些法利赛人指自己 他说那难不成 我们也是虾子吗 因为我们是看得见的啊 你说这个 看得见的都要变成虾子 所以Are we Blind too 我们是不是也是虾子啊 说的是不是我们呢 Jesus said If you were blind OK 注意这个 If you were 假如你们 真的是虾的话 You would not be guilty of sin OK 所以 你必须要虾 你虾的话 你反而到没有罪了 You would not So if you were blind 注意这个是 与现在事实相反 所以他用的是 Word OK 这是一个假设语法 与现在事实相反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 其实都是有罪的啊 所以他说 你假如是虾的话 你假如今天是虾的话 你倒是没有罪了啊 Guilty of sin 指的就是这个 有罪没有罪啊 Guilty of sin But now that you claim You can see 假如你是虾的话呢 你倒是没罪 可是因为你现在说 你能看见 所以呢 Because you claim You claim 就是说 你声明 你陈述 你自己直说 说你是看得见的 You can see You're guilty Your guilt remains Your guilt Guilt指的是你的罪恶 你的罪恶 你的罪恶就停留着 就还在 Remain 仍然在 好 我们来看下一章 刚刚的这个是结束了 John J-O-H-N 这就是这一卷书的名字 叫John 约翰福音 第十章的第一节 他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跟你说 一个事实 Truth The man who does not enter the sheep Sheep pen OK Sheep pen 注意这个pen 不是笔的意思 Sheep pen是指羊卷 把羊圈 圈起来 圈起来羊的地方 叫羊卷 OK 好 这个人呢 这个什么人呢 他进入羊卷 By the gate 他如果是从门进去 OK By the gate OK 这里是 Does not enter the sheep pen By the gate 他如果他不从羊卷 从门那个地方 进入羊卷的话呢 But climbs in climb 对这个b是不发音 climb climbs in 是指爬进去 By some other way 从其他的地方呢 爬进去 爬进羊卷的话 这个人就是 It's a thief Thief Th是吹气的音 Thief Thief and rubber 所以这个thief 指的就是 这些偷盗的人 叫做thief 偷盗 小偷 robber是强盗 这些人就是 小偷 就是强盗 第十章第二节 The man who enters By the gate is the shepherd of his ship 所以呢 从大门进去的人呢 他就是牧养的人 从其他的地方 爬进去的人呢 这些人肯定呢 不是小偷 就是强盗 就是干坏事的人 所以 所以从大门进去 是shepard 注意那个ph 不要发f的音 他是发p的音 shepard shepard of his sheep 是他自己羊的 羊主人 牧人 The watchman opens the gate for him Watchman是看门的人 Watchman是专门看管 因为羊是需要有人看管的 怕人来偷啊 什么的 所以叫watchman OK The watchman opened the gate for him Gate 指的这个大门 羊的羊圈的大门 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让他进来 And the sheep OK Listen to his voice Sheep listen to 注意这个listen to 是表示他们 专注的听 听他的声音 所以羊是会分辨 他的声音的 专注的听的 He calls his own sheep by name And leave them out 这个每一只羊都是有名字的 他怎么叫他们呢 他是叫这些羊的名字 按着名字来叫这个羊 然后呢 Leave them out 把他们领出来 把他们羊给领出来 好 第四节 When he was brought out All his own OK 所以当这个 他把这个所有的 这些羊都领出来 OK All his own 他自己的羊 OK He goes on Ahead of him 他 goes on 他就继续地在前面走 Ahead of him Ahead of them 意思就是在这些羊的前面走 牧羊人是在前面走的 他领着他们 And his sheep Follow him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而这些羊呢 也都跟从他 Follow是跟随他 为什么跟随他呢 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声音 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认得 OK 好 第五节 But they will never follow a stranger 但这些羊啊 是认得他的声音的 这些羊绝对不会跟从一个 Stranger Stranger是陌生人 他们这羊是不会跟这个陌生人走的 不可能 因为他们认得主人的声音 In fact They will run away from him Because they do not recognize OK A stranger's voice 相反事实上 In fact 就是事实上 好像 事实上 不但他们不会 因为他们认得主人的声音 他们还会怎么样 如果是有一个陌生人的话 They will run away 他们会逃跑 跑离开他来 Because they do not recognize 这个说话的这个名词 用这个讲演的方式 说话的方式 来告诉他们 But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he was telling them 但是他们完全不明白 耶稣在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OK 好 第七节 Therefore in Selah Jesus said again 耶稣就再说一次 I tell you the truth I'm the gate for the sheep 因为听了半天 好像还听不懂 这个比喻 还是听不懂呢 所以呢 耶稣就再一次说 他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实在告诉你 I am the gate gate 是指那个门 我就是那个羊圈的大门 对这些羊来讲 我就是大门 I'm the gate 好 All who ever came before me were thieves and robbers 所有其他的 在我之前来的 在我之前 before OK Who ever came before me 那些曾经来过 在我之前的 都是thieves 注意这个thieves的 这个位 如果是当负数 这个贼 这个小偷的负数 注意去掉F 变成VES 这是他的负数型 thieves and robbers 这是强盗 他不是小偷 就是强盗 But the sheep did not listen to them 但是羊呢 是不听他们的 羊是不听他们的 OK I'm the gate 我就是羊圈的大门 Whoever enters through me 透过我 OK 来进入这个羊圈的 will be saved 透过我进入羊圈的人 就会被怎么样 被保守住 就被解救 be saved 是被解救 被得救 He will come in and go out 这样的人呢 是很安全的 他们可以进羊圈 他们也可以离开羊圈 可以进来 come in 跟go out 这两个 这个养法 进来跟出去 他们就可以进来跟出去 Infine pasture Pasture指的是 犹太人屋外 因为他们都有养生畜 有畜牧业 所以屋外一定有的 这个东西就叫做草场 就是长着草来喂 喂这个羊吃草的地方 这个叫草场 叫pasture pasture 好 The thief comes only to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这里有三个动词 这个贼小偷进来 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 steal偷窃 kill杀害 然后destroy 毁灭 所以贼进来 无非就是为了这些缘故 就是为了这些缘故 他才来的 好 I have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而我已经来了 我来的意思呢 是让 they may have life 他们就可以有生命 这个may 是有可能 可以有 但是不绝对的 这个还是耶和华神决定的 他们有没有生命 是神决定的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而且呢 不只是得生命 让他们有生命 这个生命还让他 to the full 到达一个整个全满的境界 full是非常丰富 非常丰盛 不只是有这个生命 还让这个生命更丰富 好 接下来第 第十一节 I am the good shepherd 我就是好牧人 shepherd 好牧人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而这个好牧人呢 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lays down lays down 把命都放下来了 把他的命都给放下来 这个意思就是 把命都舍了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the higher hand is not the shepherd who owns the sheep hired hired是雇来的 hired hand 指的是那些雇来的工人 雇来的 is not the shepherd 他并不是像牧羊人一样 牧羊人呢 是真正自己拥有这些羊群 因为羊是他自己的 雇来的工人不一样 羊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他也不是尽心尽力的工作 so when he sees the wolf coming wolf 指的是狼 羊最怕的就是狼来吃 所以因为这些雇来的工人 他们只是一个月一个月拿工资的 羊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当他们看见狼来的时候 he abandons the sheep 所以羊不是他自己的 当他看到狼来的时候 他就abandon 就抛弃 就遗弃了这些羊 他会把羊丢掉的 因为 犯不着赔上自己的命 是不是 所以因为羊也不是自己的 所以呢 他就会丢弃这些羊 and run away runs away 是指逃跑 就跑掉了 then the wolf attacks the flock and scatters it 所以呢 接下来的事情 就很正常了 狼就会攻击这个羊群 attacks the flock flock是羊群 attack是攻击 他会攻击这个羊群 scatters it scatters 是把这个羊群给打散了 赶散了 scatter是散开来 羊肯定就很恐怖啊 羊就到处跑啊 所以羊就散开来了 好 接下来看13节 the man runs away 这个雇的雇用的这个人 刚刚讲的higher hand 这个雇用的这个人呢 他也逃跑了 他也跟着走了 因为他不需要赔上自己的生命 反正羊又不是自己的 他也跑了 runs away because he is a higher hand 因为呢 他逃跑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这个他只是雇来的 higher hand and cares nothing cares nothing 他是一点都不干 珍惜任何事情 他不顾念 他不顾念任何事情的 ok 他不管任何事情的 for the sheep 对于羊 他是没有一点点顾念之心的 I'm the good shepherd 我呢 我是好牧人 good shepherd I know my sheep and my sheep know me 这个非常重要 他说 我知道我的羊群 我知道我的羊 and my sheep know me 我的羊 他们也认识我 所以我知道羊 羊也知道我 好 接下来看 just as the father knows me and I know the father 就如同什么一样 如同怎么样 天父他知道我 他认识我 而我呢 我也知道天父 an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the sheep lay down my life 是把我的生命 把我的命都放下来 我愿意舍命啊 for the sheep 我愿意为羊而舍命 好 I have other sheep 我有其他的羊 还有一些其他的羊 there are not of these sheep 而不是这个羊卷的 我还有其他羊 其他的羊 羊不是在这个羊卷里的 I must bring them also 我必须把他们也要 也要带过来 They too will listen to my voice 他们也会听我的声音 and there shall be one flock and one shepherd 而且呢 所以我其他的羊 那也是我的羊 那么我呢 必须把这个 那个羊也带过来 然后呢 他们呢 there shall be one flock one flock 必须就是整个整合成一群羊 one flock flock是羊群 and one shepherd 一群羊 而且是一个 牧养人 就是全部都要合一 合成一个 the reason my father loves me 为什么我的天父 他会爱我呢 my father loves me 是因为 is that I lay down my life 因为我把我的命都舍上 我舍了我的命 only to take it up again 只是为了 好要叫这些羊 都能够再走回来 让这个羊呢 take it up take it up again 好把它再拿回来 再拿回这些羊群 再把这些羊给找回来 所以这就是天父爱我的原因 他爱我 因为我把这些 我是把命都舍上的 我愿意为这个羊群舍命 只是为了要把羊群给拿回来 no one takes from me ok 没有人可以把它 从我手中 拿走这些羊群 没有人把 可以抢走的 but I laid it down of my own accord 因为是我怎么样 laid it down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把命都给配上 of my own accord 我自己就把自己的命给舍了 ok I have authority to lay it down 我是有权柄可以舍命的 舍命也需要权柄 authority and authority to take it up again 而且我也有权柄 把这些羊群全部都取回来 这些都是我有权柄的 this command I received from father this command command指的是这个吩咐 这个命令 这样的交代 这个是我从哪里收到这样的命令的呢 谁叫我这样做的呢 from my father 是从我的天父那里来的权柄 他要我这样做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19节 at these words the Jews were again divided 就因为at this word 就因为这些话 刚刚耶稣所讲的这些话 the Jews 这些犹太人嘛 were again divided 又再一次的divide 又再一次分成 divided就是分裂 分裂 因为他们开始有纷争 因为他们开始呢 中间有人这个看法不一样了 就开始分裂了 就开始分争了 many of them say 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就这样说 he is demon possessed demon possessed 这个说法我们都学过 是被鬼附身的 demon possessed and raving mad raving mad 就是他疯掉了 raving and mad 他这个人都是疯了 这个人 要么不是疯了 就是被鬼附身了 why listen to him 他说的是什么呢 瞎话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 好 21节 but others said 另外其他的人就这样说 其他人说 these are not the sayings of a man possessed by a demon 这种说话的方式 这些说的东西 不是a man possessed by a demon 这个被鬼附的人所说的话 被鬼附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 possessed是被整个占据了 被完全拥有 拥有 by a demon 被鬼所拥有 被所附身的人说的话 这绝对不是 can a demon open the eyes of the blind 难道一个魔鬼 魔鬼他可以打开瞎子的眼睛吗 open the eyes of the blind 难道他们能打开瞎子的眼睛吗 不可能的 then came 然后在那个时候啊 什么来了呢 the feast of dedication the feast of dedication 这个是一个节日 犹太人的节日 中文翻译叫修电节 修电节 dedication dedication是整个人完全付出线上 叫dedication feast是一个什么节日 什么样欢乐的日子 所以这个修电节啊就来了 在耶路撒冷 and Jerusalem it was winter 是天 冬天的时候 and Jesus was in the temple area 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在这个圣殿啊 那个下面 圣殿的地方 walking in Solomon's colonnade walking in 他在什么地方 在走着 走在哪里呢 Solomon's colonnade colonnade指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看过以前 图片啊 照片上那个 希腊罗马时代那种 大的梁柱 大的梁柱 叫colonnade 就是那是一个 一个门廊一样 这样子一个廊底下 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柱子 柱子形成了一个走道 叫一个廊下面 他用他在所谓的 所罗门的这个廊下面 在那里走 在那里走 这是一种建筑的方式 就像中国的庭院 也有很多的回廊啊 什么的 就是我们习惯的是回廊 他们习惯的是用 打柱子建成的这种门廊 好 二十四节 The Jews gather around him 因为在过节时间嘛 所以耶路撒冷肯定是 很多的犹太人 那么很多人呢 Gather around him 就围绕着他 犹太人就围绕着他 聚集了 saying 是这样说的 How long will you keep us in suspense OK 你还要在 还有多久的时间 How long 是问还有多久 还有多久 你要把我们保持在这种 in suspense 就是很怀疑 OK 犹疑不定的时间 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像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但是大家就是犹疑不定 就不说明白 不说明白 in suspense If you are the Christ Tell us plainly 假如你就是Christ 是基督 假如你是基督的话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吧 Planly 就是直接说出来吧 好 二十九节 耶稣怎么回答呢 Jesus answered I did tell you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已经说了 OK But you do not believe 我告诉你 但是你们不相信啊 The miracles I do in my father's name Speak for me The miracles Miracles 是那些神级 我已经做的这些神级 in my father's name 奉我父 奉天父之名 所做的这些神级呢 Speak for me 就已经为我做见证 已经为我说话了 就是我做的这些神级 基本上就证明我所说的事情了 But you do not believe Because you are not my sheep 但是你们不相信 你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我的羊 你们不是我的羊 OK My sheep listen to my voice 我的羊是会听我的声音的 所以我说的他们一定相信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我知道我的羊 而呢他们也跟随我 OK 跟随我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我给他们永生 eternal life是永生 And they shall never perish 我给他们永生 所以他们就不会怎么样 perish是肉体的毁坏 就是perish 比如说买回来的什么肉 坏掉了 有血气的东西 坏掉了叫perish 他们也不会毁坏 灭亡 No one can snatch them out of my hand out of my hand 竟然是从我的手手中 snatch No one can snatch snatch 是把它抢过去 很快的拿走 叫snatch OK 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面 把他们给抢走的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十章的 我们今天讲到十章的 你能不能够抢走 我先想到一个小时 你不想到